大家好,我是墨金,欢迎来到战鼓高好手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堂iPad绘画课 我的职业是动画干净设计师、插画师 身为动画干净设计师的时候 我的工作是从无到有地营造一个世界 因为我要为后续的工序负责 设计出的场景必须要被三维实现 所以在工作中我的画会偏向写实 强调气氛、透视、空间、光影 在工作中我学到很多知识 研究出不少提升画面效果的手法 我会把其中一部分知识和手法 用在自己的插画里面 而我的插画整体是另外一个方向 我的画的主角永远是我和我的家人 主题通常是我家中的那些琐碎的日常 我家现在有两个孩子 大的那个叫毛过 小的那个叫米过 每天睡觉之前我和我老婆都要给他们两个洗澡 这张画画的是毛骨刚刚洗完 裹起来像个粽子在我怀里看着小的那个在洗 小米我当时只有四个月大 做什么事情都特别新奇 拿热水轻轻地浇在她肚皮上面 她就惊奇地蹬大眼睛 搓搓她的手脚 她就兴奋地手舞足蹈 这张画描绘的其实就是这个瞬间 现在看到的这张呢 是很早之前的一次旅行 是我和我老婆在结婚之前的那一次旅行 是去伊朗的亚兹德 我们找到一座正在修建的清真寺 爬到上面看落日余晖中的整座老城 这个时候有一个老爷爷忽视忽视地爬上来 他是个荷兰人 他跟我们说 居然有人比我更早找到这里啊 过了一会他又得意地说 不过你们比我年轻 这样说还算是我赢了 在画面的形式上 我会尽量提炼形体 省略不必要的细节 用简单准确的造型描绘有特点的角色 这张画里也可以看到 我会特意地用光和纹理去强化情绪 这种方式我认为是有温度的 非常适合人生中闪光瞬间的一种方式 在这堂课程中 我要传授的也正是这种绘画的技法和方式 当然如果想把这种绘画的风格 用在商业插图上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在没有动画项目的闲暇时间里 也会画一些插画卫生 这张图就是一张商业插图 这堂课要讲的主题是用iPad进行插画创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iPad泡画呢 对我个人而言 这要从五年之前说起 因为五年之前 我开始用插画记录生活 这就是我五年之前的那个插画系列 名字叫一人一半 里面讲的是我和老婆从大学开始 第一次见面 到后来在学校里谈恋爱 毕业之后一起旅行 到后来一起生活 恋爱八年之后结婚的故事 这张图是这个系列的第一张 讲的是我和我老婆在教室里面 上着高速课 当时策划这个系列的时候 就是我们马上叫结婚的那个时候 我们当时灵光一闪 想用插画代替照片 用绘本凝固回忆 这个想法定下来的时候 我们正要去我老婆家办婚宴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那个时候我在一家动画公司上班 每天早出晚归 工作特别忙 所以呢我只能利用 我所有的碎片时间去创作 所以这些画里面呀 有很多都是在我上下班路上的 公交车上画的 这张图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张 是我们在春分那一天 在一棵桃花树上面 给我们刚刚领的结婚证拍照的 一个画面 如果对这个系列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战库上找一找 那个时候还没有iPad 我利用碎片时间画画 用的设备是一个 Walcom的数位屏电脑 这个电脑非常的沉 而且最让人难受的是 它用的是Windows系统 里面并没有针对 平板电脑优化的那些绘画软件 所以我当时用它的时候 还必须配上一个键盘挂在上面 用来操作快捷键提高效率 但是这两个东西拿在手里 手臂肯定就特别酸疼 但是即使如此 这也是我当时能够使用的 最高效利用碎片时间的创作手法了 也就是这套设备 让我在我全职工作的情况下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那个画册 那个画册完成之后 这种利用时间的方式就被我一直坚持了下来 虽然那个电脑很重 但是我还是经常背着它出去画一些写生 现在这张图就是在我等公交车的时候 站在天桥上 看着冬天的阳光下边的街道 画了一张写生 相比速写而言 用这种设备来画画 可以更快地表现光影和气氛 直到后来突然有一天 苹果发布了Apple Pencil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很多优秀的绘画APP也随之诞生 比如说Procreate 这对我来说如获至宝 从此之后再也不需要外挂键盘了 它是相对于Procom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轻便的一个绘画设备 我每天都带着它们开心的画画 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去适应硬件和软件 也曾经一度沉迷于使用各种特殊的笔刷效果 研究各种手势操作 但是时间久了 对硬件和软件适应了之后 我就开始专注于更简单的事情 研究怎么用尽量简单有效的手法 画出能打动人心的画 画了两年多之后 我创造出了这一系列插画作品 在创作中也总结出了一系列的工序和流程 现在看到的这个系列的插画 描绘的主题仍然是我的生活 是我最近的一个系列 但是和当时我第一个系列 已经非常不同的是什么呢 是我现在已经是一家四口了 我刚刚过了三十岁 工作正忙 回家的时间都要给两个孩子 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值得记录 但是我可以用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 这张画描绘的场景就表现了这个事情 我每天很晚的下班回家 有时候孩子们已经睡了 怕找到他们的我就会悄悄的躲进厨房里面吃饭 但是大眼的孩子还是听到了这个声音 小毛骨从床上爬下来 到厨房里看我在做什么 知道我在吃饭之后还一定要爬上我的椅子背 来看我吃饭 这种暖心的瞬间我都特别想把它记下来 所以才有了这些插画 这就是我坚持用iPad创作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 我用iPad画画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了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 累积下来的作品数量也将近有100张 在这堂课里 我希望分享大家这些经验 教会大家如何用iPad画画 也让大家可以像我一样 用iPad来记录你们的生活